老人在家无聊怎么办 1.每天坚持适量运动 心理适应 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际关系的适应 运动锻炼已经成为一个促进老年人心理适应能力的良好形式 2.多出门走走看看 同心老朋友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 和使老年人心情更加舒畅 对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性格多有好处 3.培养心趣爱好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作事业来做 有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 使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 旺盛的经历 健康的体货